我觉得其实每一次都有认真的对待这个自己的角色 那这一次我觉得还有几个空间吧 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看的时候也可以不用说是把重点都放在这儿 大家看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把重点全放在一个点上 主要还是享受整个高层 说起杨颖,大家更喜欢叫她为baby 其实在娱乐圈还是有很多明星 因为平时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都叫自己的一名 所以在观众眼中,真实的姓名已经慢慢遗忘的人 而说起杨颖,大家都很熟悉 作为黄小明的妻子,一直都是以甜美温柔的形象展现给我们 虽然平时很容易招黑 但是杨颖好像也都已经习惯这些东西 毕竟自己从出道就一直被人黑到现在 就连现在都嫁给了黄小明 还是没能去掉这个招黑体制 杨颖参加某活动的时候 身穿一个黑色的吊带裙闪亮登场 颠覆了往常的穿衣风格 而且我们都知道杨颖非常瘦 而这件吊带裙很是显身材 看来这次的杨颖对于自己的穿衣风格上面 也是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了 这次的造型很成熟有韵味 穿着紧身的连衣裙身材还是凹凸有致 虽然是吊带形式的 但是独特的造型设计也是十分的大胆 因为正常的吊带便是两根带子 但是这条裙子却多了一个设计 胸前做了一个小处理 威领的设计又用一根带子鞋接在另一根肩膀上 设计很独特新颖 当天的杨颖妆容很精致 这一身黑色的吊带长裙衬的她的肤色更加的白皙 不过虽然这件衣服好看是好看 但是质量好像有一点问题呀 在活动中途的时候杨颖就发生了一点小不测 这件衣服在活动中途的时候 胸前的那一根衣带直接断掉了 杨颖发现了之后 立马就用手捂住了胸口 脸上也露出了尴尬的微笑 可能每个女星都多多少少遇到过这些情况吧 所以临场反应也都非常迅速 虽然杨颖随后以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继续出席着节目 但是许多网友还表示杨颖的手速太慢 已经截头浪 想必杨颖参加这次的活动应该是最为难的一次了吧 只能说这件衣服的袋子太细了 服装师也太不细心了 直接就崩断了 不过幸好杨颖的反应快 要不然就不小心走光了 对此 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呢 感谢观看